重慶森林 得閒炒飯 新警察故事 這幾套戲有什麼共通點? 相信微精眼企的你應該提出答案 就是他們也有部分畫面 在中環半山扶手電梯取景 中環半山扶手電梯 不僅是世界最長的戶外自動扶手電梯 亦是香港一道迷人的風景線 不過20分鐘的路程 眼前的景致快速轉換 上一秒還在中環核心商業區 下一秒已經進入煩惱的街市 被街坊老店包圍 當你還沉醉在人情味濃厚的地道氛圍 四圍的景色已經換成格調十足的SOHO酒吧 回過神尼 原來已經到寧靜的半山區住宅 全程800米的中環半山扶手電梯 現在是香港知名的旅遊景點 不過在90年代興建電梯初期 就受到不少輿論壓力 除了因為工程費用昂貴 造價高達2億7千萬元 加上兩年半的施工期 為中環區帶來噪音滋擾 交通不便等等的問題 令商戶生意大跌 一度被人叫做通向地獄的街梯 去到1993年10月 中環半山扶手電梯啟用 將皇后大道中至半山桿得道的距離 縮短到十多分鐘 市民才慢慢對它改觀 2015年 這條電梯更入選美國CNN 世界七大最型格交通工具 擺脫地獄街梯的污名 還有人開始叫它 通往天堂的街梯